我介紹一下植物為例子 介紹了植物的生活史 我們接下來補充 螺子植物生活史有什麼大同小異之處 好 先介紹什麼叫螺子植物 螺子植物的種類很多種 包含蘇鐵 麻黃 銀杏 以及松山柏 大家對於螺子植物一般直覺會想到松山柏 殊不知其實蘇鐵 麻黃跟銀杏 也是螺子植物 好 那蘇山柏也是啦 都是 好 螺子植物的特色是沒有花朵 培株跟種子裸露 沒有花朵沒有果實 所以配素是蘿蠟的 種子裸蘿蠟的 通常是靠風力傳播花粉跟種子 這點很特別 這把它圈起來 螺子植物為什麼到現在比較少見 它沒有像開花植物這麼的繁茂 因為開花植物開始選擇 用花或動物當作 用昆蟲或動物來幫它傳粉 或傳它的果實 可是螺子植物呢 從它的果實到花粉還是以風為主 可是風很不能依賴 因為它有時候有的時候沒有 而且不能特定的送到某個地點 所以螺子植物都靠風力 這是比較早期植物的演化 後來開花植物演化樹 靠昆蟲靠動物的時候 哇 昆蟲的動物也跟著植物演化變多 植物也因為昆蟲演化多 而兩幫都變得很很茂盛 這是一個演化上重要的共同演化的例子 那雖然螺子植物的果實 沒有果實 它的種子是裸露的 它是用球果來保護 球果會有零片 雖然沒有辦法密閉 但至少有個保護效果 分為雌雄球果 雌雄球果通常比較大 所以裡面的才叫做大包子 這是螺子植物什麼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螺子植物的生殖構造 雌雄球果相當於我們開花植物的池潤 雌雄球果內會有胚珠 池這個胚珠是在零片的裡面 這個很特別 在裡面 好 胚珠裡面就會有大包子母細胞 大包子母細胞 減多負列形成大包子 一樣只有一個大包子可以發育成功 另外三個就會死掉 減多負列形成四個細胞 一個形成大包子其他死掉 跟我們的開花植物一樣的 這大包子就在胚樹中蒙發成 磁配質體也叫胚囊 所以胚囊就是植物的磁配質體 只是它的細胞很多 它可以有超過100個以上的細胞 好大喔 而開花植物的胚囊只有七個細胞 八個核 但是螺子植物的胚囊可以高達100個細胞以上 好 那裡面有個細胞叫軟細胞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好 那我們看下面這個叫做 熊球果相當於熊蕊 好 那一樣它有鱗片 但是這個鱗片如果在這邊的話 它的那個花本啊或叫小包子囊 是在外面的兩個左右各一 好 大小包子囊都是成對的 只是大包子囊在鱗的內側才保護它 小包子囊會在外側 理由等一下會提到 好 這個小包子囊會叫花粉囊 裡面有小包子的細胞 先行幾乎分裂形成四個小包子 每一個小包子都可以形成 有式分裂形成所謂的花粉 好 所以花粉囊最後就變成 小包子囊後來就叫花粉囊 有花粉 而花粉在外面就可以隨風而飄 這就是為什麼小包子囊一開始在裡面的外側 它最後形成花粉囊 散生了花粉要隨風而飄遠的呀 好 所以胚珠在裡面的內側 花粉囊在靈片外側 有這樣的現象 好 那這個花粉 就是未成熟的配子體 就是未成熟的熊配子體 等到掉到 掉到胚珠旁邊 它就可以長出花粉管了 你看我的描述 掉到胚珠旁邊 不是花粉應該掉到柱頭上嗎 柔子植物沒有柱頭啊 沒有柱頭沒有花束沒有脂肪啊 直接掉到靈片內側 直接就在胚珠旁邊 花粉管就直接鑽進胚珠 它就沒有那個 石維的什麼什麼脂肪啊 花柱啊 還有柱頭這些構造就沒有了 好啦 這是它的配子體 它配子幾個細胞呢 成熟的配子體 成熟的熊配子體 也就是成熟的花粉管 四個細胞 哦 那我們的開花植物 三個細胞 所以到這邊有注意到一件事嗎 蘿子植物的配子體 細胞都比開花植物來得多 而開花植物是比較玩演化出來的 所以演化的邏輯就是 配子體 細胞越來越少 配子體越來越小 這是一個演化的趨勢 從上百個細胞到七個細胞包合 從生熟是四個細胞 變成只有三個細胞 這是磁雄秋果 相當於磁雄類 他們的也相對 好那往後走 我們的花粉管長出來之後呢 就會去找那個胚囊對不對 然後裡面有個胚嘛 胚囊中有個卵 金子跟卵就一結合 就形成了胚 胚就是二恩 好就單一受金 所以他跟胚化豬一樣啊 就是我的精細胞的花粉管 找到胚豬 鑽進去跟卵結合 精卵結合成核子 核子發育者配 搞定 可是沒有第二次受金 就一次了 就單一受金 那其他的細胞呢 就會形成所謂的營養組織 包含胚乳 所以胚乳是沒有受金的 持胚子體的細胞發育而來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 好一樣的 我們的胚豬外面有個構成叫豬背 豬背之後就會變成 保護種子的皮 叫種皮 不論是胚子植物還是植物 豬背最後都會形成保護種子的種皮 因為它是胚豬的最外層的細胞 好那往下 那那個胚就發育成胚 然後就加上營養組織 就加上種皮包起來 就形成種子囉 這個種子沒有脂肪壁包背 所以他就很簡單 沒有果皮沒有脂肪壁 他就叫胚子植物 好這些是我們對胚乳植物的說明 最後有個小補充 我們剛說胚子植物的花粉管 一蒙發之後呈之後會有四個細胞 但其實其實不止 它一開始應該是六個細胞的 好我們看一下 兩個金細胞我們知道 一個關細胞我們知道 化底線的跟開花植物一樣 好那圈起來就不同 它多了一個丙細胞 還有多兩個營養細胞 直至營養細胞後來就分解掉 所以本來應該是六個的 後來兩個營養細胞分解掉 只剩四個 所以原來的化 原來胺子植物的花粉管 細胞是更多的 後來是有兩個分解掉 只剩四個 但即使是四個還是比開花植物多了一個臉細胞 所以其實沒有很難 就是羅子植物的花粉管 除了原來已知的管細胞 兩個基細胞之外 多了一個臉細胞 這是羅子植物的花粉管 那我們看一下圖片 這是瓷球果 這個是他的臉片 臉片一面應該是兩個胚株 但現在畫的不是胚株了 這是兩個種子 胚株發育成種子 種子有很長的翅膀 它的種子是有翅膀的 由翅膀帶著種子飄遠 所以連種子的全部都靠鋒利 好現在這是雄球果 他的臉片外面有兩個花粉囊 一開始是小包子囊 後來形成小包子 後來發育成很多包子 很多很多的花粉 所以花粉囊就散走 花粉長什麼樣子呢 放大來 這是花粉的核心 旁邊有兩個氣囊 很像是翅膀一般 所以這樣的結果 風溢水就飄得很遠 好啦從花粉到種子 都靠風傳播 這是羅子植物的特徵 好那這是我們的成熟 他在這邊 然後發育長出花粉管之後 這就是成熟的熊配子體 成熟的熊配子體 好熊配子體有幾個細胞呢 兩個分解的營養細胞不管它 這是丙細胞 這兩個金細胞 各項的管細胞 總共有四個細胞 所以為了知物 成熊的熊配子體有四個細胞 那磁配子體呢 磁配子體就是胚囊 在哪裡呢 我們看畫面的左邊 這整個是胚珠 這是一個胚珠的示意圖 胚珠 外面有珠背 裡面這一個圓圈圈 畫好一點 這一個圓圈圈 欸怎麼不見了 這一個圓圈圈 就是磁配子體 好看好多喔 這兩個大大是軟細胞 其他細胞好小喔 好多小細胞 加起來超過一百個 所以這個胚囊就是磁配子體 細胞很多 所以胚囊蠻大的 好啦 所以螺子植物不論是磁配子體胚拿 還是熊配子體花粉館 細胞都比開花植物來得多 這是我們看到的通則 好啦那我們看實際切片 這是 石球果的種切 好這是鱗片 這是種子 這是翅膀 好放大來 這是種子 這是翅膀 好像這個畫粗粗的 就是保護它的鱗片 裡面這個 這個種子本來是胚珠 胚珠應該在鱗片的裡面 左右各一的 好再看畫面右邊這個 這是熊球果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鱗片 下面是大大的 就是花粉囊 鱗片 大大的花粉囊 花粉囊放大來 哇好多一顆一顆的花粉 花粉有兩片 氣囊 像想翅膀一般 就可以飛走 好啦 你可以看到種子有翅膀 花粉也有翅膀 在這個翅膀叫氣囊 都是靠風力傳播的 這是雌熊球果的切片 好那這是雌熊球果 雌熊球果就是 他畫的比較簡單啦 雌熊球果裡面的大小胞子母細胞 形 減速分裂 形成1N等大小胞子 然後在 這邊一個減速分裂 另外一個在這裡 畫的不好 這裡 好另外一個在這裡 就形成1N等大小胞子 大小胞子呢 再形成 這叫做 這個構造就是它的磁配質體 然後 花膚管都沒畫 就是長出的花粉 就是它的熊配質體 好 受精之後形成種子 種子就可以長出新的 孢子體 幼苗就是孢子體 好 所以這個圖 它描繪的 雖然是螺子植物的生活史 但它的細節少好多 很多細節都沒有畫出來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以上 螺子植物的生活史 我們先說到這裡